谈论海峡大事 锁定海峡论坛 我是林峰 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今天是10月21号 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问好 美军科研船停泊高雄引发北京不满 加上下个月据传美军可能在南中国海与台湾海峡举行军演 时间点刚好碰上美台选举 相关行动是否具有政治意涵 另一方面 台湾九合一大选前夕 台北和高雄分别举办大游行 共有近10万人走上街头 支持独立公投证明 反并吞 各界如何解读蓝绿选情 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聊聊相关话题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林峰你好 以及海峡南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 范教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华府的这个来宾 今天来到华府来宾的是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靖 张靖教授 欢迎您 大家好 这个博弈好 这个林峰兄您好 那个范老师大家都好 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号码是00801148940 台湾的听众观众呢 请拨00801148940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留言 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网址是facebook.com斜线VOA China 以及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学研究船汤普森号 上周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 引发台海两高度关注 这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的港口 台湾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都表示 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 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官员也强调 这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 不过中国外交部仍旧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中国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那么首先呢我就想请高雄的张教授 中国驻美工时我记得曾经表示呢 美国军舰停靠台湾这个高雄港口就是武统台湾之时 那么您怎么看汤普森号这次停靠高雄引发的各界关注 首先我必须要明确地指出来 这个这一艘船汤普森号基本上来讲 它是产权属于美国海军研究室 但是它实际上操作呢 它却是这个是租任给美国的大学 同心舰呢其实有四艘 一个是乌斯扣的一个是NOAA 另外一个是这个UCSANIAGO 另外这一艘呢是这个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基本上来讲美国假如是在军舰上 按照法定案它会有一个Naval Vessel Register 这个并不在上面 通常它有两种编号 一个叫USS的叫做United States Ship 还有一个叫USNS的编号 而这两个呢它都没有 所以它基本上呢它不具有军舰的身份 更何况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进入高雄港整部 而且它整个的行程是公开的 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讲是选举的操作 而且有很多媒体是跟着谎话往下想 弄个屁事震天想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选举的操作 反而会使整个无论是海峡的稳定 或者是北京跟华盛顿还有台北之间的 所有之间的关系弄得复杂不堪 所以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去掀起选举操作 其实是相当不道德的 好的谢谢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那么请您从这个美台军事合作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这次汤普森号 特别是汤普森号多次停靠台湾 是不是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呢 我觉得当然有所关联性 因为我们知道汤普森号他来台湾今年已经第四次 那为什么前三次都没有公开这个讯息 那这次忽然公开 因为我们知道这艘船如果是在高雄港这么大港口 那一般人其实很难了解 那肯定是这个刻意有人放这个话 那我认为美方可能在这个办的角色更大了 因为台湾如果没有经由美国的同意了 基本上不太可能公开这个消息 可能引发美国的不快 就我认为这个讯息的释放呢 是美国刻意在放这个讯息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0月19号 有一艘这个澳洲的这个军舰叫做墨尔本号 它是个导弹护卫舰 它经过了台海 从台海由南往北的航行 那这艘军舰其实在去年的9月 也曾经行驶过台海 那为什么这次也被澳洲的政府这个公开了 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公开这个讯息 也势必会引发中共的反对 所以我觉得近来 近年来美澳之间在军事合作上的关系 非常的这个多 那双方面也都把假想敌放在中共 当然澳洲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南海的这个部署 会影响到澳洲的安全 但是澳洲过去它的巡弋的军舰巡弋 以南海为主 那这次呢 反而是从透过台海往东海来移动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汤普森号的讯息的这个释放 还有加上这个墨尔本号的讯息释放 都是不寻常的 那我不需要讲 就是过去我们都认为啊 川普似乎是一个商人 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这个价值观 对所谓的民主自由 当然没有太多的观念 就是透过这个贸易战跟中共来进行这个 只是针对贸易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状况 川普似乎并不只是一个一个商人 他有他的一个价值 比如我们看到像最近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他就对台湾的这个民主 作为华人的一个典范提出了肯定 那我想这个彭斯的讲话 恐怕也是在川普受益之下 因为川普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就说了 彭斯将会发表一个重要讲话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川普 提出要退出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协定 那这个东西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中国 那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导弹不断的增加 美国现在决定要退出了 而且川普还说 他不晓得为什么欧巴马没有退出 另外最近川普也针对了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马提斯 他提说 他说他怀疑马提斯是不是民主党的 表示说川普对于民主党时期 对中共的采取一个比较消极 比较妥协的态度 他是不满的 也是川普并不是对于这些民主自由 这些价值观 或者对于安全 或者对于军事 是完全一窍不通的 所以我必须从这边看起来 美国似乎是有意无意 希望在台海当中扮演冠冠件的角色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的这个路透社说了 美国即将在10月底 可能再派两艘军舰行役台海 因为我们到7月份的时候 有两艘美国的伯克级的驱逐舰 行进台海 另外跟雷根号在台海附近会合 我们看到如果10月是变成第二次的 另外大家也听到CNA传说 11月份可能美国会在台海 或者在南海举行军演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汤普森号或者是莫尔本号 是不是频频在台海出现 是跟11月份美国可能在南海 或台海的军演有关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值得再做观察 好的 谢谢范教授 接下来想请教高雄的张静章教授 请您来评估一下美方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打擦边球 然后来测试北京的底线 那么科研船是不是也有可能 去搜集情报的功能 还有就是说另外医疗船 除了人道救援功能之外 是不是也为这个军演 来做这个后勤的这个准备 我想我必须在这边想出来 我非常尊重范教授的这个想象力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我曾经个人在海军服务过34年 我在海上服务了12年的年支 有航行18000小时的经验 个人也担任过舰长 我们在台湾海峡 这个军舰商船南来北往 是稀松平常之事 假如说9月份的时候 澳洲的军舰经过 它没有正式的去宣布 然后事后再有小道消息 要再传出来 我认为如何来诠释 其实端来个人之智慧 但是我必须要提出来 这个所有的科研船或者海测船 基本上来讲 它所收集的资讯 就广义的情报定义而言 它称为情报素材 它必须经过整理之后 才能做情报的运用 至于派出任何的医疗船 去把它诠释到 做任何演习的准备 其实这都是可以说的过去 但是我必须要讲 利用海色线来做情报的任务 其实美国现在还有一艘船 被扣在北韩 假如大家不健忘的话 是1958年1月23号 USS Pablo 它的编号是 这个叫AGER-2 这艘船从日本出来 然后在日本海被扣了 它的AGER就是 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基本上来讲 表面上是所谓的 海洋环境侧后船 探测船 但事实上装满了 所有监听的装备 但是汤姆森号 明显不是 因为上面 无论是台大教授 或者这边进驻 上面船员 而且它不是在美国 真正军舰的 我刚讲过的 Nabel Vessel Register上面 所以它的情势 其实是很明朗 我们因为很多事情 其实是存在 自己想象的空间 我认为美国是一个 这个就是叫做 非常叫做堂堂的大国 它不会去用 这些所谓打擦边球的事 去挑衅北京 假如今天美国 它的道德或者处事 已经沦上低劣道 要去靠打擦边球 去挑衅北京 我认为这些实在是 看不起美国 美国身为举世的强权 它做什么事情 都是明明白白的 它不会去做这些 拐弯抹角 偷鸡摸狗的 这种下山烂事情 我认为美国绝对 倒不至道德伦上 或者说它的政策当局 会去做出这些 这个糟糕的事情 好 谢谢张教授 那也想请这个 在台北的范世平 范教授您来 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说张教授 显然不认为 刚才这个美军的举动 是一个擦边球的行动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 近来美军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汤普森号停靠台湾 还有这个B-52轰炸机 飞越南中国海 这些是不是 为美军据传 下个月准备到 南中国海和台海 来秀肌肉 进行一个前期的 前置工作 我先回应一下张教授的说法 我觉得打擦边球 跟道德高低与否 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在国际上 国际关系上 打擦边球是非常多国家在做的 美国从在中美关系来讲 这个乒乓外交 最早就打擦边球 所以我觉得 中共也有很多地方 也在打擦边球 包含跟北海的问题 所以打擦边球 就是不需要 用一个直接的对立的方式 来减少彼此的 直接的冲突 来避免彼此的误判 那希望用一个 比较间接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 政治解决的目的 那我想这在普遍的国家 都在使用的 那至于说 我觉得刚才 就是有关汤普森号 是不是 陈吴章教授所说的 他完全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当然汤普森号 他这次 或许就有的是一个 比较学术性的一个研究 不敢怎么样 他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军 否则我想中共 也不必说 要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 大可以说 他就是一个民间船只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建议 所以看得出来 中共对于汤普森号 还是抱持了一个 相对关切的一个态度 只是说 中共态度 没有反应的特别强烈 为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 因为中共的驻美公使 李克星曾经说 当美国军舰 进入高雄港之日 即为 这个中共对台 武力统一之时 当时讲的 非常的坑墙有力 直地有深 但是现在如果 中共已陷入一个 骑虎难下的情况 如果他把 塔普森号 视为是军舰 那当初 李克星的话 是不是现在就要兑现呢 那我们显然知道 中共目前并没有 对台动武的准备 也可能还不具有 充分的能力 那便自己 变成骑虎难下了 因此他也不愿意 把这个事情过于提高 表达了一个 严重的关切 我想既表达了 他的一个不满 但是也不愿意 真的把它升高为 一个军事的冲突 不过我们不需要看 就是最近呢 虽然这个中共的 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有跟美国的 国防部长马提斯 在新加坡见面 看起来两边是 握手延欢了 但事实上 就在两个人见面之前 美国的B-52的轰炸机 再次的在这个台海附近 在这边进行巡异 展现了一个非常 并不友善的一个行为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在前一阵子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舰 兰州号发生了差点 发生了这个插庄的事件 当时这个美国军舰 采取的是一个 闪避的一个作为 对于兰州号的这个比较 可能是一个比较 强硬的动作 采取是回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 美国的国安顾问 John Borden 他提出来 就是说美国的海军 有他的一套交战守则 如果必要的时候 要实施这个交战守则 但是我想或许 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很多媒体就联想到 是不是针对前一阵子 这个中美军舰 可能的显现发生差状 美国现在开始展现出 他要强硬的一个作为 因此我觉得 从这些迹象都可以显示 就是看起来 美国似乎是把 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 在这个周边 海域的一个扩导 扩交或者南海 在那边主导 以及不断的在增加在这个 周边的军事的部署呢 开始采取一个 比较积极的一个角色 特别是联合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澳洲 还有就是日本 那我们看到日本 目前的这个 他的过去日本 一向是以东海 为他的一个防卫的 一个主要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他想报一架日向号 这个航空机航母 直升机航母呢 也开始到南海 进行徐役 也就是日本从东海 开始往南海移动了 那澳洲 从南海 开始向东海移动 而他们的交汇点 可能都必须经过台海 那这点来讲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当然 它的重要性 就更加的受到瞩目了 那至于11月份的这个军演 台海 台湾的军队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说 尽量不要在台海举行 因为太过敏感了 但是呢 台湾未来 会不会进一步的 从这个提供医疗船 或者等等 当然我们看到 美国的官方授权法案 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知道授权法案 终究只是国会的意见 并没有拘束力 美国的军方 可能也不一定会照着去做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我们也不乐见 中美的这个冲突提高 我们也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一个稳定 那我想这个才是呢 维系台湾安全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好 非常感谢范教授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 谢谢林峰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张静教授 就是想先请教您 刚刚这个两位也都提到了 美军将在11月 要展开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 有媒体就觉得说 这是美国一方面是对中国秀肌肉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11月在美国跟台湾都有选举 美国是其中选举 那个大陆叫中期选举 那么台湾这边是地方选举 那么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是纯粹的巧合呢 还是美方有它的用意以及含义 想请张静教授来帮我们分析 博弈 首先我比较指出 对于11月份的军演 就CNN的报道而言 我认为它犯了几个基本的错误 而且是有违尝试 第一个报道指出说美国国防部官员 因为太平洋舰队 他提出了这个就是说 要在11月份去办理这个演习 临机要办理在台海跟南海的演习 但是我们忘记 假如太平洋舰队跟Pentagon之间 还有一层叫做印太指挥部 也就是今年刚从Pentagon太平洋指挥部 改编了改名称为印太指挥部这一层 假如印太指挥部 他没有核准这个演习计划 太平洋舰队无论做出任何灵机 就是去建议的计划 其实是到不到Pentagon 另外其实当时的新闻报道之中 也询问过美国五角大厦的意见 美国五角大厦正式的回答是说 我们对于未来的演续以及军事的动态 都是采取不去评论的立场 所以我必须要认为到目前为止 而且我们今年在这边也是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跟欧明贤教授当时美国两艘军舰通过 其实我们各方我跟欧教授都的共识 就是其实这是正常的航行 所以美军今天要通过南海 其实假如说你认为他来了之后 就是去做事要挺哪个去选举 或者去做事要去挺台北 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是违背常识的做法 因为从过去几十年来 美军去通过台海是屈指可处 而且也都是正常航行的需求 本来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国际海峡 任何人通行 而且中国大陆从来在正式的管道之中 没有去提出抗议 所以我一再讲说我们去解读 所有的政治信号要知道谁在讲 我其实在北京上谈话节目的时候 有人引述黄昏光讲了个半天 然后说好像第二天就要武统 那我就是问到底是我们应该去听习近平 在十九大在那边讲了两个多钟头话 然后不断的强调和平统一 还是去听一个退伍的中将 这个说是马上要好像下个礼拜就要武统 李克星他在整个中共的政治体制 他算老几啊他的发言一再被人传述 但是这个句话设定的条件 有没有建筑中共的党政文件 我觉得今天我们去解读的事情 不要去跟着媒体去瞎起祸 否则连尝试的水准都没有 我认为这导致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好的 谢谢张静张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 就是刚刚这个张教授 也为我们分析了一些 就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关系 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 美方一直强调他们在这个南中国海 或者是一些大陆宣称有主权的海域 他们有自由航行的权利 那么同时呢 这个不管是飞机也好了 船舰也好了 曾经多次都有相遇过 那么几乎也有遇到 是一些紧张的状况 那么您认为未来在这个 其中选举之后 或者是这个11月过后 那么川普当然还有两年的任期了 那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 双方擦枪走火 还有区域紧张升高的情势 会不会就是持续的增温呢 目前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降温的这个趋势在发展 我觉得就而且现在 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除了军事之外 我们过去从本来看到以为就是个贸易战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禁止了这个芯片 或者是我们说半导体 迈到中国大陆去引发了这个中芯通信公司 基本上面临倒闭了 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彼此之间 针对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还有就是美国最近也是大量的开始在这个积极的在诱补一些中国大陆的国安单位的人员 前面在这个奥地利也这个进行的抓捕 双方美的情报战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激烈 另外我们看在北韩的问题上 中美两个国家都在积极的跟北韩在进行拉拢的动作 所以我必须要讲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战略之下 军事战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或者军事对立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另外它还包含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战 科技战甚至还有汇率战 因为美国指控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外交战 还有甚至政治战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联合过程说 这个他说中共呢 企图呢介入美国在11月份的其中大选 那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彭斯 也指出这个中共在介入选举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来讲 它是多层次的一个 美国对中共现在打的是一个 非常不是单一的一个模式在运作 而是多层次的各种不同方式的这个权术 来进行对中共来进行一个条 一个可以说是采取一个回忌的作为 而且彼此之间的政治跟经济跟军事 也是相互的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必须要讲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旁边 好像在幸灾乐祸 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势的发展 目前中共 目前看到我们就像中共大陆 目前的这个股市可以说是狂跌 它的这个外汇存底 也可以说是巨幅的减少 加上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房地产 泡沫化的问题严重 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大陆 上市的台商的A股 也可以说跌跌不休 另外我们看到鸿海的股价 也可以是快速的下跌 那另外就是台商开始纷纷的回到台湾来 造成台湾的工业区的土地一定难求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在经济上来讲因为两岸的经贸非常的紧密 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影响 我觉得台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 就台商开始回来台湾投资 那在军事上来讲 我想台湾不在两岸之间做一个挑衅的动作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防备 那维护台海的安全 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才能够在中美两个大象 在互相踩的情况之下 台湾才能够保持自己的自身的优势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 就是现在在中美两强之下 台湾到底有多少模糊空间 我们看到最近中共 美国推出的叫做毒丸条款 什么叫毒丸条款 就是美国最近跟加拿大 还有跟墨西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一个条款就是不可以 这三个国家 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 都不能够跟非自由市场的国家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其实指的就是中国 那现在我们看来说 未来来讲 加拿大跟墨西哥 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签署FTA 这等于是逼着这些国家选边站 你到底要参加台湾美国队 还是要中国队 那这个情况现在还蔓延到了 像美国正在跟欧盟 正在跟日本 或者正在跟英国所签署的FTA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个情况就是 你到底要参加美国队还是中国队 并且要敬畏分明 过去很多国家想在两边 都能够讨好拿到好处 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 那台湾势必要跟美国签署相关的FTA 那台湾是不是还能够 在两边都能够拿到好处 还是被逼的只能参加一队 那我觉得是台湾未来 可能要运动到一个挑战 那除了这个经济方面来讲 当然在军事上来讲 我们可能在国防上 在安全上 台湾比较感觉没有什么好悬念的 因为我们长期是跟美国在合作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中美在这个军事上越来越对峙 那我相信台美之间在军事合作上 可能就有更多的突破 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有关于潜见国造 那美国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 一些关键的技术 那当过去大家认为 潜见国造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目前看起来似乎有了一些眉目 所以我相信 美国当然会基本上是在不违反 它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之下 怎么样强化跟台湾在安全上更多的一个合作 但当然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来讲 这也会是一个增加台湾安全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把现场再交换给林峰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 那么台湾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号码是00801148940 台湾听众观众请您拨 00801148940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YouTube的直播 聊天式留言或者提问 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现在我们就点评几位 选读几位网友来的提问和发言 那么一位是叫水清无余的网友 他说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打朝鲜牌 那么美国也很有可能祭出台湾牌 来而不往非离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位网友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认为中国在打朝鲜牌 利用朝鲜议题来做文章 那么美国也就可以来打台湾牌 还有一位叫李中本 李中本这位网友 他说大意来说 就是中美已经进入 新的冷战的边缘了 一切都成为可能 那么就是说 中国方面在各处画了不少红线 所以发生热战的可能 也可能是瞬间的事情 那么虽然中共实力没有达到 还不如美国 但是不能低估 它这个风险性 再来一次珍珠港冒险的冲突 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想请两位来宾 各自来简短发言一分钟 作为一个总结的一个发言 先请这个张靖 张教授 我首先必须要指出 我对于刚才 这个范教授所讲的事情 其实是大体 跟他是有共识 只是有两点 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一下 范教授可能搞错了 第一个他讲到中程导弹协议跟中共有关 那个签署的对象是前苏联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一下 第二个呢 我刚才这个范教授讲说 美国指控 叫做这个中国大陆是汇率操纵国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 刚才才公布出来 他们把他没有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实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 但是呢 我非常赞同这个范教授所讲的 我们今天夹在美国跟大陆之间 两个强权斗而不破 其实行有多年 但是呢 我们其实很多的事情 都跟他们有连结 我在这边特别要提醒 一个钟头之前 在台湾的宜兰发生了大车祸 有十几个人上升 有数十人受了重伤 但是呢 在过去一个钟头 我收到中国大陆我的朋友 以及美国我的朋友 对我致意 以及对这个地方致哀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 我们其实都是紧密的相连 有很多相互的对立 但是我们人性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两个强权之间 能不能找到共同妥协的攻坚 我倒是觉得 大家也不必绝望 所以我在这边 由于台湾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事件 我在这边也要感谢 这个来自对岸 以及来自美国朋友 对我们的关切 好 谢谢张教授 还有给台北的范教授 一分钟的总结发言 对于上半场这个话题 其实我想张教授 讲到中程导弹协议 没有错 当时是美国 是美苏之间 特别是当时雷根总统 跟苏联所签署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 这个川普 欧巴马他也提到 就是他要废除 当然其中 当然除了俄罗斯之外 但其中也提到了中国大陆 所以我相信 这个协议的确 其实当时美苏之间 是没有错的 至于说刚刚听众朋友提到 就是美国打台湾牌 是因为中国打朝鲜牌 所以美国打台湾牌 我想美国打台湾牌 的确 川普上来之后 跟蔡英文通电话 或者美台的 所谓的相关的一些协议 甚至我们看到的 台湾旅行法 甚至最近还有台北法 等等 一连串的法律 我觉得的确 美国是在打台湾牌 没有错 但很多人说 台湾做一个牌 给人家打 是不是一个很尴尬 或很不好的情况 我觉得能够做一个牌 也表示你有那个价值 那如果你不是什么 没有价值 你不想拿牌来打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台湾很小 但凸显它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美国 除了打台湾牌 也在打北韩牌 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到北海去访问了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中共除了打北韩牌 也没办法打台湾牌 这是比较麻烦的 当然中共除了挖 台湾那些邦交国 最近挖了三个邦交国 但引发的是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公开的指责 甚至台北法的出来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可能要去思考 美国今天的AIT 是直接影响台湾内部 台湾的政治 甚至影响台湾的选举 而中共 它应该要成立一个是 CIT才对 就是中国在台湾的协会 阻止你才能够把你的真正的影响 影响到台湾内部 比如你在外面搞一些 什么台胞居住证 挖挖台湾邦交国 固然会影响 但是可能是 只是造成台湾民众 对中共的一个反弹 因为你在外交的打压 你取消了什么东亚清运 那这些做法 其实反而没有办法 增进台湾民众 对中共的亲近感 而美国今天在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 包含它对台湾的免签证等等 它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而且它是影响 直接影响台湾的内部 所以我觉得中共要思考的是 它要怎么样去影响台湾的内部 甚至是影响台湾民众的一些好感 我觉得可能是 在中美两个大国 要怎么样争取台湾人心方面 可以再多做一些良性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安全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 好 谢谢范教授 那么海峡论坛 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 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关注即将登场的 台湾九合一选举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